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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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是从该楼层中间部分烧起 每个单位焚毁程度是百分之百 吉隆坡消整局发文告透露 当局在昨天晚上9点17分接获投报后 迅速派出35名消整员赶往现场扑火 消整人员最后成功在晚上11点30分控制火势 首相得的是 Ismail Sabri事后到火灾现场了解情况 给予灾离会面 并答应将给交来私立柔佛祖火灾每户灾离一千令吉未问金 同时 吉隆坡市政局将全额支付灾离进行公司的维修费 他说 所有灾离会先被安顿在附近的活动中心 政府将会通过福利局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今天凌晨 吉隆坡甘榜山西本茶拉一条路段 发生山泥倾泻 并殃及四间住宅 不幸的是 这起事件也导致一名老夫受困 索性获得消整员及时救援 才得以安全脱困 这起事件是在今天凌晨1点22分 位于甘榜山西本茶拉的帕里巴扬英达路发生 龙市消整局发言人指出 当局在接获民众投报后 马上派出37名消整员连同救护车等赶往现场展开救援工作 消整局发言人指出 这起土崩事件也涉及四间住宅 另一名年龄超过70岁的妇女遥不以下受困 但最终在消整人员及时援助下安全脱困 当局透露 妇女因为伤及腿部 而在救护车的载送下被带往马大医院接受治疗 消整员案发后在相关地区进行检查 以确保不会有其他危险因素 而目前案发地点已经因为安全问题而被关闭 而在彭亨文东 共有35人 包括9名小孩 因为山洪而受困于一间彭屋内 截至今天凌晨4点09分 共有32人已经被寻获 还有3人下落不明 3名失踪者包括一名男孩 相信已经被洪流冲走 彭亨消整队行动副主任Ismael Abugani表示 当局是在星期六晚上10点40分接获投报 并出动22名来自云顶和峨迈的消整局搜救官员 以及人员联合彭亨的特别搜救队部 前往事发地点展开搜寻工作 失踪者全部都是本地人 另外两人是一名成年男子和一名成年女子 但目前还没鉴定他们的身份 幸存者包括8名儿童 当时在屋外发现他们时 他们浑身不停颤抖 他们是基于安全考量 不敢留在屋内 搜寻失踪者的行动 今天持续行动 有关行动也涉及3只追踪犬 清奇沙南的水灾非常严重 甚至夺走人命 雪州校正人员昨天在沙南25区的 斯里木达花园展开搜救工作时 发现疑似溺斃的三个男性遗体 三名死者年龄介于30到40岁 另外 暴雨来袭 带至水州多个地区出现严重水患 而截至今天凌晨4点 雪州警方已经相继封锁73条涉及道路 民众受处留意 罗消政局主任 Noazam Kamis表示 三名死者的遗体已经交给警方处理 以采取下一步行动 三名死者年龄介于三名死者年龄介于 Collider视频道 我们也要向何处提议 处理的选顾 能够保安好 跟着用上老犯罪的 包括PFD 即使活动 受到水灾影响之后 被控制住 截至今天凌晨4点 尽管许多受到水灾影响的地点 已经可以看到水位消退的迹象 但还是有几个地点的水灾 还没完全消去 自上个星期五水灾侵袭沙南后 估计有大约5000名来自沙南25区的 斯里木达花园居民受到影响 另外针对推特出现贴文指控 沙南25区的斯里木达花园 不准使用私人船只救灾仪式 罗阿藏否认这项指控 但还是提醒众人 如果船只发生意外 这也很危险 另外暴雨来袭 导致雪州多地区出现严重水患 而截至今天凌晨4点 雪州警方已经相距封锁73条涉及道路 民众受诉留意 据警方所提供的最新名单显示 73条涉及道路分别隶属在 9个景区总部管辖范围内 当中又以刮拉冷月景区居多 达27条道路 沙南水灾也导致许多人失联 网上这几天也流传 倾盆其友寻人的启示 其中包括一名疑似在巴胜卫生室 达曼克兰乌达玛掉入水沟 而失踪的一名男子 另外今天也传出名为 阿密木大的首要媒体工作人员 自星期六傍晚6点30分失踪的消息 网上昨天流传一名31岁男子 相信是在掉入水沟后失踪 到目前为止下落不明 根据有人在网上发布的消息 失踪男子的身高是168公分 在事发前身穿白衣短裤 根据所流传的视频 也显示失踪者的身份证上 名字显示为Nyo Jin Wei 据了解 该名华裔男子是一名银行职员 由于水载汽车无法通行 准备乘搭罗里离开 不料在等待路过罗里时 不慎掉入沟渠遭洪水冲走 另外一名首要媒体职员阿密木大 疑似在沙阿南25区 Vilencia公寓附近失踪 隔着失踪者家人的寻人骑士 阿密失踪前从工作地点 骑电单车回家途中 因暴雨而停靠在一座后车亭 大时水涨得很快 阿密连同其他四位躲雨的骑士转换地方 前往邻近的公寓碧雨 据了解 当时电单车已经被大水淹没 阿密的妻子和四个孩子 因为就算求助了也没有消息 已经在家中崩溃 尽管雪龙地区的水灾已经开始消退 不过全国各州的水灾情况似乎并没有好转 截至昨天午夜是2点20分 全国因为水灾而被安顿到零食疏散中心的人 增加到42,564人 当中彭亨还是记录最多灾力的周数 共有24,944人来自6,657个家庭受到影响 并被安顿到230个零食疏散中心 在雪兰额 共有1,598人来自4,318个家庭的灾离 被疏散到74个零食疏散中心 成为第二个最多灾力的周数 在吉兰丹 来自86个家庭的3737个灾离 被安顿到57个疏散中心 是受水灾影响第三个最严重的周数 而在马六甲 来自165个家庭的751名灾离 被安顿在11个疏散中心 而在吉隆坡 共有526个来自463个家庭的灾离 被安顿到3个疏散中心 镜头转到森北兰 共有484人来自105个家庭 被安顿到12个零食疏散中心 在登下楼 共有288个来自68个家庭的灾离 被安顿到7个零食疏散中心 而霹雳也在昨天开始受到水灾侵袭 共有236个来自64个家庭的灾离 被安顿到3个零食疏散中心 我国多个州属都遭到水灾重创 政府将会拨出2亿令吉证灾 同时也会启动关联公司救灾复苏网络 以帮助受到水灾影响的人民 财政部长登顾扎夫昨天发文告指出 首相W3 Isma Sabri昨天宣布的 政府会应对水灾的影响 立刻给予的拨款和采取的措施包括 加快向国家灾难管理机构 或国家震灾信托基金分配5000万令吉 以确保持续援助受水灾影响的家庭 接下来被中央灾难管理委员会判定 受东北季后风造成的水灾或受到其他灾难的人民 慈善救助金从原来的500令吉提高到1000令吉 另外初步拨款1亿令吉用于准备水灾后的复苏工作 为此联邦政府将继续与州政府合作 努力修复因水灾损坏的房屋和公共基础设施 除此之外财政部与大马国家银行 大马银行工会 大马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构协会 及发展金融机构协会讨论 表明银行业已经准备好 为受水灾影响的借款人提供支付援助计划 在不久的将来 当局和相关银行将宣布更多细节 此外 政府和关联投资公司及关联公司 将提供总额为5000万令吉的资金赈灾 政府和关联投资公司及关联公司 各出资2500万令吉 这5000万令吉将通过关联公司灾难复苏网络 帮助灾民 因此自2021年12月17号起 当局开始监测全国的水灾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启动约22小时 以转移巴生河上涨的水位 并创造了各种新记录 其中协助避免吉隆坡市中心部分地区免受大水灾 由向德德斯里伊斯马萨比早前透露 石兰儿前天的降雨量相等于普通时期一个月的降雨量总和 可见是个罕见的现象 环境与水务部秘书长德德斯里赛南无障说 由于好雨不断 该隧道从前天起起用约22小时以来 已经转移了500万立方公尺的水量 大马水利灌溉局估计显示 有关分流使詹米清真四等吉隆坡市中心地区免遭大洪水 他说大马水利灌溉局的泵房也一直以最大程度运行 因此尽管面对大雨和八都大坝释放水 吉隆坡只是经历了轻微的水灾 金明防洪隧道公司发文告说 该500万立方公尺的水 已经从巴生河和安邦河 转移到了迪沙花园蓄水池 接下来的经文 相信会对很多受到水灾影响的灾力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大马气象局表示 玻璃市、吉达、槟城、霹雳、雪兰娥、吉兰丹、登加楼 和彭亨的暴雨警报已经结束 这几个周暑的天气预料将改善 大马气象局昨天发文告表示 当局早前曾发出警告 以上周暑将持续下雨 不过这项警报如今已经结束 该局说 以上几个周暑的天气预料会转好 民众可以到气象局官方网站 MyChacha手机应用程式 气象局社交媒体专业 获取更多最新的天气资讯 民众也可以拨打大马气象局热线 询问任何详情 雪兰娥、吉隆坡和东海岸多个地区发生水灾 网络上也可以看到许多快递货车被困在水灾中 快递公司的货舱也被水淹没 大肆影响快递公司的运作 快递公司也在这几天纷纷发文告通知消费者 由于受到水灾的影响 包裹将会延迟派送 数天前 国内出现连绵不断的暴雨 在遇上海水涨潮 导致国内多个地区爆发严重水灾 多条道路被水淹没 仓库进水 缺乏人力等因素 国内各家快递公司都无法及时派送消费者的包裹 如果您正在等待您的包裹 可能就需要耐心等等了 许多快递公司包括大马邮政局 CityLink Gdex NinjaVan J&T Shopee等快递公司也发文告通知消费者 这几天的包裹可能会延迟派送 同时也对消费者造成的不便表示抱歉 各快递公司也提供联络方式 以让消费者可以追踪他们包裹的消息 快递公司也促请顾客们耐心等待包裹的到来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林芷妍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